抗菌布口罩可不一定有抗菌功能 新北市法治局公布了市售11款抗菌布口罩的检测结果 结果有两件不符合标准 八件外包装不符合规定 消保官已经要求不合格的厂商将商品下降了 并且交由金发局针对外包装进行辅导改正 宣称拥有抗菌功能的布口罩真的有效吗 新北市法治局委托全国公正检验股份有限公司 检测市售的11款抗菌布口罩 安全性的部分有理甲醛以及可侵蠅性荧光物质的部分 是完全都合格的 这个是消费者可以安心的部分 那抗菌性的这个部分的话有两件 它是不符合我们这个国家标准所要求的这个抗菌性 那我们必须要符合这个金黄色葡萄酒菌 以及这个肺炎杆菌它的灭菌能力要到达99% 它才能判定为它符合 那我们今天的这两件不符合这个产品的话 基本上就是为达我们的这个99.9 那其中一件甚至它的细菌的量 几乎是完全没有什么减少 新北市经发局则检查外包装是否有标示 制造商资讯产地以及洗烫处理方法等 一共有8件不合格 其中4件经过辅导已经改正 由于抗菌布口罩价差相当大 消保官就提醒民众价格不一定会与品质呈现正相关 我们这次的产品的价格的话 最主要也是落在一两百块钱这样子 那不合格的两个 抗菌性不合格这两个产品的话 一个是只有17块 另外一件之后它是299块 那其实未必是越贵的 就它的性能一定会越好 消保官已经要求检测不合格的制造厂商 将商品下架 并由经发局依据商品标示法进行辅导改正 民众购买时可要睁大眼看仔细